丁丁猫的讲故事时间 宝友们大家好呀 还记得在前几期视频里出现过的那个 动辄就给冤判死刑 雅典史上最残暴历法者 德拉科 德拉古吗 据说他由于太受有钱人的追捧 被人们扔过来表示尊敬的衣服和帽子淹没 最终憋死了 真是离谱作祸见离谱上天了 但其实以前欧洲达官贵人们的离奇去世方式 可远不止这些 那么今天就来聊聊 欧洲历史上王权贵族们的奇葩司法 老传统先盲选一波 假如你是一位曾经的欧洲贵族 会选择哪种古代方法呢 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 在他执政的20年里 全国上下算是比较自由和平的 虽然据说他是个好人 但由于性格软弱 在执政期间一直没能摆脱国会的统治 基本上就是个傀儡 没有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 但他的死 却给后人留下了一段离奇的传说 1771年的2月12日 那是一个并不普通的星期二 因为当天是忏悔星期二 也叫做忏悔节 根据传统 复活节之前有一个为期40天的大斋期 这段时间里禁止娱乐 禁止吃肉食 于是在大斋期开始前 人们会举行各种盛大的宴会 尽情吃喝狂欢 当天国王阿道夫再吃了一顿 包括龙虾鱼子酱酸菜 烟熏鲑鱼等美食大餐后 又吃了一份他最爱的忏悔星期二的 传统甜品萨姆拉 就是一种值近约10厘米 终结夹着奶油的小面包 对于甜食二号者来说 一个怎么能够呢 所以虽然已经吃得很饱了 国王接着又一连吃了14个 而且还不是单纯的一个萨姆拉 而是套餐 每个面包都配有一碗热牛奶 嗯 猴猴没啊 但陛下 我们再阴间都不兴这么吃啊 最终 瑞典国王阿道夫弗雷德里克 因为暴饮暴食消化不良 当晚就去世了 虽然后来有学者认为 这种死法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 但这个说法确实一直流传至今 把自己吃死的 可不只有这位瑞典国王 英国国王亨利一世也是个狼人 当时欧洲皇室有一种比较奢侈的食材 那就是七塞曼 七塞曼其实是一种 比我们现在说的 鰻鱼古老的多的生物 正面看还算是一条可可爱爱的小鱼 换个角度就立刻三只狂掉救命了 这种生物要是做成仰望星空派 那不就是妥妥的客家菜吗 但为什么它会成为最受欧洲皇室喜爱的食材之一呢 因为它实在是太好吃了 据说七塞曼的口感非常迷人 全身上下只有软骨没有硬刺 而且油脂含量很高 油一大可不就香吗 作为当时的英国国王 亨利一世也是对这种食物偏爱有加 但当时他已经66岁了 医生是不建议他吃太多七塞曼的 但是七塞曼实在是太好吃了 但是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到 医生为什么不让他吃 可能是油脂含量太高 不过有看到说 七塞曼体内容易寄居重金属和有毒物质啥的 于是亨利一世 1135年在《悬世诺曼底》期间 不顾医生的劝阻 享用了过量的炖七塞曼 吃之前嘛 看起来还是健健康康的 吃完人就不行了 一周以内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接着就狗呆了 不知道亨利一世 如果知道自己会因此而死 还会不会这么暴饮暴食呢 但是七塞曼实在太好吃了 虽然按照老传统 如今有学者认为这段历史的真实性不是那么高 但不妨碍这段传说流传一世 亨利一世去世后的英国皇室 仍然钟情于七塞曼 2012年的时候 伊丽莎白二世还收到了一个特制的七塞曼献饼作为礼物 纳瓦拉国王卡罗斯二世的去世方式也是颇为传奇 1387年卡罗斯二世在位的时候 纳瓦拉还是一个独立的王国 并没有被西班牙兼并 要说这个卡罗斯二世啊 那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他作为纳瓦拉的国王还不够 一直基于自己的岳父 也就是当时法国国王约翰二世的王位 各种手段机关算尽 甚至获得了恶人卡罗斯的称号 卡罗斯二世在54岁的时候就身患绝症 许多人觉得是恶有恶报 他的死也经常被各种伦理学家拿来当作例子 当时的卡罗斯二世的绝症已经到了晚期 基本没得治了 医生建议他用尽了烈酒的亚麻布 将全身上下裹起来 以便保持体温 当然这是当时的医疗方法 大家不要学 当时的侍女负责把卡罗斯二世身上 进过酒的布缝在一起 缝到脖子的时候打完结 还剩下一截线头 侍女就随手拿起旁边的蜡烛 想说把线头烧短一点 然而她忘了这些布都进过了酒 好家伙这下可是保暖了 直接火化了呗 这宫女吓得要死啊 哪还顾得上国王啊 直接逃出了宫殿 卡罗斯二世就这样活活被烧死了 要说这人呢 走起运来谁也拦不住啊 在九世纪后期 统治了苏格兰几个群岛的围京伯爵 希格德·爱因斯坦森 又名强大的希格德 作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壮汉 他也是奋勇挺进了苏格兰北部 想要征服那个地区 在跟当地的首领布里格特的和平会议中 不知怎么的就变成了武斗 双方约好了 各带领40人互相决斗 结果希格德不讲武德 带了80个人 直接把对方干蒙圈了 被苏格兰方的人被击败 并且被屠杀 希格德还亲自砍下了 首领布里格特的首级 然后强大的希格德就开始骚了 他把那首领的头绑在马鞍上 作为战利品 之后召集了他的人马 骑马回家庆祝胜利 回去的路上 这颗被绑在马鞍上的断头 有自己的脾气 谈来谈去 谈来谈去 好死不死 这个断头首领布里格特生前 因为长了颗像獠牙的牙 有一个外号 叫獠牙 刚好这颗獠牙 咔一下划上了希格德的腿 结果没过两天 伤口发炎感染 希格德还没走到家呢 人就没了 虽说不作死就不会死 但也不禁让我想到了 我们强壮的马王 也是伤口感染 突然一下就没了 古旦受皮外伤感染 真是要命啊 古希腊最伟大的将军之一 皮洛士 坎克的成长之路 造就了他英勇山战的本领 也使得他在早期 成为了罗马称霸意大利时 最强的对手之一 在阿尔格斯市一场内战中 他率军进入城市后 却意外地陷入了巷战中 当时他们在下面打呀 老头老太太吧 就隔在二楼窗边观战 其中一个老太太看到激动之时 抄起手边的瓦片 就朝皮洛士来了一个 爆伤堆满的暴击 皮洛士 猪 关于皮洛士的死因 有两种说法 一是皮洛士被瓦片砸中后 从马上摔了下来 还折断了脊椎 然后挂了 二是皮洛士被砸中后 从马上摔了下来 晕了 被阿尔格斯士兵给囊死了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他是被侍从毒死的 咱就是说啊 如果真是死于老太太瓦片 也可以说是非常点背了 匈牙利国王贝拉一世 是一位武士国王 镇加过叛乱 巩固了当时匈牙利的教会权益 他还与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 进行了一场战争 捍卫了匈牙利的独立 可以说贝拉在王位任期内 取得了不少成就 但要说这人吧 点背起来啊 就没有仇家 叛乱什么的事了 自己啊 就自行吸去了 1063年 贝拉一世在他的下宫开会 他当着所有的贵族官员 庭臣的面 庄严的登上了他的宝座 结果好家伙 这王座不知道抽什么风 哗查一下 塌了 贝拉一世直接当庭摔下 被王座的材料压到 受了重伤 之后没多久 就因为伤势过重而去世了 宝伴们对自己选择的狗带方法 还满意吗 选定离手术不退换 哎 有句话用在这里 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咱就是说啊 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 哪个先到来 所以把握好当下吧 另外没事不要作死 穷咪 喜欢这期视频的小伙伴 多点赞和回收藏吧 这儿我关门钉的鼎鼎猫 关注我下期见